你以为玉泉山景区只有玉泉4可以玩吗 今天我就教你如何快速省心的玩转玉泉山 我们从游客中心出发 乘坐百度车很快就可以到达三门广场 景区是拨收门票的 进来以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大片草地 叫做花西式地 适合散步扫花 露营 拍照 或者什么都不做 只是静静的发呆 再往前走就是水山林了 这些植物界的火化石 不知道在这里默默的守护了多少年 珍珠泉里没有珍珠 但能冒出比珍珠还大的气泡 朝阳湖里的景匿 一定是受了特别的庇护 长得格外的好 今天的最后一站是关庙 传说中的关公曾在这里显胜 参观完关庙 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这里非常适合周末带着家人小孩 到这里游玩 打卡 不用挑日子了 就这个周末 我们一起去育泉吧